另外一場戰爭呢 也是大家很揪心的來看到 但是以色列現在 因為殺紅了也 讓全世界也成為踏法的對象 來看到這個中國大陸現在 是譴責以色列 因為替難民來說話 強力譴責以色列 對敘利亞境內 頻繁發動的空襲 然後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現在也傳出來 對連鯉部隊使用了白鱗彈 然後現在也引發全世界的踏法 就現在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現在還說什麼呢 哎呀你趕快 黎巴嫩貝魯特南部郊區的居民 你趕快走 因為我們真的要炸了 對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以色列就想在黎巴嫩紀念 不管是珍珠島 還有這些平民百姓 就是要複製在加薩 那加薩地區 加薩地區的這些 巴勒斯坦的哈馬斯組織 已經被你看總共死亡 總共死亡的四萬三千多人 你看多少倍的以色列 是屠殺太多了 那現在要複製到黎巴嫩 黎巴嫩現在怎麼辦 你現在還用白鱗彈 現在又複製到敘利亞 因為敘利亞它內戰 敘利亞政府軍所控制的 只有63%的國土 現在內戰都搞不定了 怎麼會有能力去對付以色列呢 那也被以色列狂轟爛炸 那你黎巴嫩狂轟炸 這個敘利亞狂轟炸炸 他們兩個都沒有招架之力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 以色列這個變成中東小霸王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是無差異 它不是光只是對這個軍事設施 它在大樓裡面說 大樓裡面有個黎巴嫩珍珠的 就把他整個炸炸 那你們多少平民百姓 它是違反了戰爭罪了 違反了這個有點種族滅絕了 有點種族滅絕罪可能都有發生 那現在的話這個中國大陸駐聯合國代表 因為他們這幾個國家 哪有這個分量在那邊聯合國講話 中國大陸最起碼 它是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之一 它講話的話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很大的這種我們叫做的 這個媒體的文宣 那這樣幫這些小國家講話 所以它才是佔了 被說公道博的一個角色 而且站在道德的一個最高聚高點 不像美國偏袒以色列 所以布林肯這個時候又說什麼 乙軍你千萬不要在黎巴嫩長期作戰 趕快停火 你這邊講半天 你也沒有拿出任何辦法 所以這只會亂喊而已 然後黎巴嫩最近有國際會議 然後其實馬克宏 他也有來召開會議 在巴黎舉辦的 然後他就說 我們最近幾天都在談論文明之戰 或者必須捍衛你的文明 但是我不確定現在是否在 播種野蠻來捍衛文明 就是嗆爆了納坦雅胡 然後你可以看到 伊朗也說 你的以色列不要依賴薩德 薩德不可靠 我們也不怕你 然後因為以色列即將要來報復 伊朗囉 然後說可能打石油這些的話 他們呢 伊朗就會反擊回去 而且伊朗還說 我們反擊 會用一千多枚的彈道飛彈 會攻擊或中斷 以色列相關的能源攻擊 這些我們不敢是馬克宏 從這個法國總統 因為他對以色列這種屠殺 他國內的壓力非常大 他很多穆斯林 對 他的穆斯林八百萬 那佔法國人口比重很多 法國人口也只不過將近六千萬人 有八百萬穆斯林 他這個選賓 有沒有穆斯林 穆斯林選賓要那麼多 具有非常關鍵的 當然有時候講話 他當然要站在宏觀的角度 不是站在以色列 你看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2023年10月7號 蘇瑞利的時候 這哈馬斯組織發動奇襲的時候 你看馬克宏還幫以色列 後來覺得不對勁 因為以色列殺戮太重 對 殺戮太重的話 你這個講 你不是光國際的 對那個壓力會過來 國內的壓力也會過來 他還想不想當總統 當然想當法國總統 那在這一方面 當然就要保守了 另外我們可以知道 伊朗的國土面積大 人口多 八千八百多萬人 以色列想要達成突擊 以色列絕對會做 至於突擊能夠產生哪些效果 因為太多目標了 以色列所能夠對伊朗 這方面的打擊 所破壞產生的戰果 是有限的 換句話說 伊朗會具有報復能力 那報復能力的話 今天如果又實施保核攻擊 一千枚保核攻擊了吧 然後另外一個實施高超音速導彈 你怎麼去攔截 然後第三個 它具有變軌功能的彈道飛彈 你怎麼去攔截 所以一般來講 以色列也要去忌憚 忌憚他當對 以色列對伊朗做突擊 報復完畢之後 達成第一個決斷的時候 伊朗他當然有報復能力 他還有在地下化的 還有分散部署的 你不可能全牽他 那這樣的話伊朗報復 我認為以色列要防範伊朗 而且伊朗絕對會再報復 因為他不能被以色列炸完之後 我就訴說 那他怎麼交代啊 一定要交代 又死那麼多人 又不會這樣 搞不好伊朗會撂下 以色列的戰鬥機 抓到飛行員 有沒有這種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喔 如果他飛入境內的話 沒有飛入境內 用遠距遙攻 因為我想說有時候會 會我們叫做臨場轟炸 另外有時候是 遠距遙攻武器接手 直接遠距轟炸 也有可能 因為現在 他這個空射的巡弋飛彈 去炸目標 也有可能 那他在外面了嘛 就沒辦法 那如果飛進去 你要炸內弦 你要飛進去啊 那飛進去的話 你會被幹掉 OK 抓到飛行員 那對以色列的話 他在裡面 他在裡面的輿論 反戰就會出來囉 所以我們可以看 整個的這種變化 還這種狀況的 這種推演 還是有細看 對 其實大家都記得 10月1號的時候 伊朗不是反擊報復了嗎 然後光是一個空軍基地 就有看到以色列 這空軍基地被炸了32個坑 然後以色列跟美國 不斷說什麼 我們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F-35沒有受到影響 但坑那麼密密麻麻 誰知道呢 現在也沒有人能夠說什麼 哎呀真的沒有被打中 但不管怎麼樣呢 當初是兩百枚的飛彈 現在如果說 我是一千枚的飛彈 我全部都準備好 這是五倍哦 五倍 然後呢 之前我們就發現說 飽和式攻擊 以色列也撐不住 鐵熊也會彈盡圓絕啊 所以呢 你看納坦雅胡 他的住家之前也被 金主黨攻擊嘛 所以將軍怎麼看 一千枚的導彈 如果飽和式攻擊 以色列鐵熊還攔得住嗎 飽和攻擊的話 就會把說說 那個沒辦法招架嘛 你同時時間大浪通通過來 同個時間我怎麼樣去接戰啊 而且它這個導彈 又不像無人機 無人機笨笨的 慢慢的滴滴的 很容易攔截啊 你導彈的速度都是那麼快 超音速 高超音速又變軌 怎麼攔 攔就有困難 可能是一枚攔不到一個 你可能兩到三枚攔一個 OK 那你要它如果打一百枚 你就要兩到三百枚打一百枚 你現在是一千枚 你要兩千到三千枚才能夠做攔截 你有沒有那麼多愛國者 你有沒有那麼大位投資所 還有一個這個鐵熊系統可不可以攔得到 都是問題耶 還有它的艦衫防空飛彈 可不可以打得到 你這個倒得保護 而且它針對的 我判斷伊朗 它針對里斯利絕對是重要的軍事 港口 它其實都打這些的 還有飛彈陣地 還有機場 或者是雷達戰 雷達戰 如果是我 我不打雷達戰 因為雷達戰對我伊朗 我會派出去的兵器打 我拿導彈去打你 雷達戰我打那個防空系統的雷達戰 我可能這樣子 打防空系統的雷達戰 打幾個重要目標 這樣一看就知道了 這樣的話以色列 它的幾個目標 我判斷 這個當然他們都不會講 包含俄羅斯 包含中國大陸 或其他國家 會提供伊朗即時情報 我叫人造衛星 因為伊朗不會派偵造機 飛到以色列去偵查 但是有其他很多的國家 會提供伊朗人造衛星的集息資料 有同步衛星吧 會有低軌衛星看到吧 看到之後直接給伊朗 伊朗分到 因為這個不會去講 因為這是情報分享的極機密 它不可能講 但是我判斷 伊朗拿到手了 對啦 因為伊朗跟俄羅斯 真的俄羅斯是非常敢給 這些相關的一些戰略性的殺氣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戰爭當中 是背後大國的博弈 因為以色列由美國老大哥來靠 所以中東大家敢怒不敢言 現在伊朗它也不是吃素的 之前200枚飛彈 就打得你32個坑道 所以現在1000枚的飛彈 瞄準了以色列 你真的敢報復嗎 也值得大家來討論 我們說中國大陸的軍事實力 是越來越強了 尤其有些領域真的是讓美國也驚呆了 像是動物我們知道 它其實火力很強 帶刀護衛112垂發 現在也被發現說它逆蹤了嗎 怎麼這麼厲害嗎 我們先來看看動物直島第三島列 這是哪裡繞過了全部偵測 竟然跑到了澳洲的後院 在這個地方叫做瓦努阿圖 這個地方澳洲的後花園去了 那這次來看到 包括咸陽艦動物跟南尼艦052D 一起去了 而且先前沒有任何的資料外洩 經過了周邊國家 澳洲海空力量都沒有發現動靜 直到終於公布這個消息之後 才發現天啊 澳洲旁邊竟然來的動物 那它靜悄悄就過去了 奇怪那個人造衛星 第三島列 對那個人造衛星 他們人造衛星 可能澳洲澳洲 澳大利亞在人造衛星這方面 是有的 另外一個我們講到的交換情報 你那些通過的地方包含的 那個印度尼西亞 還有巴布亞 紐幾內亞 對 他們為什麼沒有跟它 做情報分享 另外一個這些國家 尤其是巴布亞 紐幾內亞 它是比較落後的 它的情間真的工具跟狀態 對 相對的落後 那同時的 因為澳洲這個國家 它與意外隔絕 對不對 西邊有印度洋 東邊有太平洋 北邊的話有南中國海 它感覺到 這個其他國家要過來的話 應該蠻困難的 所以它就是鬆懈了嗎 對 鬆懈 那個055跟咸陽艦跑過來啦 變成這個樣子 怎麼會變成南寧艦跟咸陽艦 跑過來啦 就跑到這個地方來 對不對 那官交說 中國它會常態去 因為這些國家 包含我們剛剛 還包含索隆門群島 因為都跟蹤 索隆門現在跟蹤到康告的 因為它人口是63萬 雖然這個國家不大不小 島國 島國講63萬不大不小 比63萬人小的國家是很多 太多了 那這些中國大陸都跟它慢慢建交 那會設定一些海外的補給站 還有它的太空資源艦 因為人造衛星它要發射 到那邊去都往那邊過去 對啦 它有太空資源艦讓他們做接收跟控制 遙控嘛 那這樣子 那這樣那個地方 鋼火中央重要 那有時候要過去在那邊做訪問 對 人要過去 有時候人要接蠻接替啊 或者有一些 它的這些導控裝備的元件 就零件 系統件組合件要換 要帶過去 就派這個 我們講的藍陵件 或者是咸陽件 順道帶過去 是 好那這也突顯出呢 動物現在 其實呢到很多地方去了 突穿能力 之前我們也知道說動物到了 美國家門口附近去了 現在呢到了澳大利亞家門口 而且重點是呢 驚呆的是沒有被發現 這才是驚呆的地方 咸陽加藍陵了 然後呢那為什麼沒被發現呢 有幾個當中比較能夠推敲的 第一個衛星追蹤軍艦 沒有想像中 比想像中還複雜 因為動物有八艘嘛 澳大利亞衛星數也許也不足啦 可能要美國幫忙 因為他也沒有辦法 24小時全天後來監控 然後呢衛星飛行速度很快啊 再次返回同一個點呢 有一些間隔的時間差啦 然後呢低軌覆蓋的範圍也有限 每90分鐘只轉一圈 那錯過了就等下一輪囉 那軍艦跟商船你可能也難以 劃分嘛跟區別 還有呢動物他速度也非常快啊 也可以呢去擺脫 偵測的相關的問題 更何況是航母 還有呢動物也被說 其實呢 種到的早就摸透了 西方的衛星的軌道 位置啦還有速度參數啦 就可以有效的避開 以及呢會不會種到 早就有了電磁的干擾的能力 還有呢這個動物的 表面呢都是非常的光滑 有一些隱身的塗料 非常的先進 好 我想問一下將軍怎麼看 因為衛星的它的軌道 繞圈的軌道是固定的 89分鐘啦 這邊講89分鐘 89分鐘繞一圈 我們講低軌 同步衛星因為太高了 36000公里太高了 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差 就看不太清楚 那低軌衛星呢它要繞 它要繞的話 你要知道它繞的時候 它有個衛星平彎帶 你就要在外面 它就看不到了 螳點啦 它就過去了 它過去 它繞了就繞這個地方 過去了 下一次是另外一個地方 它不是一直這樣 是另外一顆階梯 OK 那這個都可以算得出來 你如果是上那個 那個國際網站 所有的衛星 它繞的軌道都算出來了 就跟我們知道 那個小行星 什麼時候什麼階梯 地球最近 早就算出來 那是 那50年80年後的事情 它已經先算出來了 電腦幫你算出來了 同樣這衛星的軌道 都可以算出來 現在通過你上面 甚至哪一顆叫什麼名字 高度多少 輸入多快 都可以算出來 而且這個瓶桓就知道了 那萬一你這個時候 剛好走到瓶桓外面 不是剛好 是故意的 就是走到瓶桓外面 沒看到 過去了 下一次過去的時候 就過去了 你也沒發現 那另外一顆 另外一個是北人的 另外一個是自己的 另外一個是俄羅斯的 都變成 它可以算得出來 你經過詳細的計算 我走到 我在它的瓶桓外面 澳大利亞人的衛星 非常有限 那畢竟不是像美國 是衛星大國 對 它把它整個排掉 這個線我就畫出來 要走哪個線 而且什麼時間 通過哪個線 通過時間哪個線 剛好通通閃掉 我們叫做那個 很厲害 那個 類似那個洋蔥效應 三明治效應 你要穿過去 穿過去 你知道剛好那個空隙 通通遮住 所以通通沒有辦法穿過去 類似三明治一樣 OK 那類似就是這種效果 是 那這也凸顯了 中文大陸早就 這些關鍵的參數 早就知道了 所以你看 動物我們知道 它是非常強的帶刀護衛 而且它的逆蹤效果 現在也說 有達到一定的效果 第一個 它塗層 你會發現非常的簡潔 然後這些我們不斷提醒 一體化圍桿 這個航母也是如此 不像你美國 掉衣 曬衣架式的圍桿 都會曝露出 你沒有辦法隱形 所以中文大陸這個是非常非常簡潔的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它的塗層 還有它的電磁干擾能力 也越來越強 更別說的一體化的這種很簡潔 那更別說 艦體的噪音也有更先進 所以聲納的探測 也會受到很大的保密 另外中文大陸真的保密工作很嚴密 不然的話怎麼會 這麼大的事情 動物加電污2D 到了澳洲家門口 卻如入無人之境 另外再來看到說 中國大陸其實在第一島鏈第二島鏈 慢慢的突穿 而且跟美國也被說 真的 你真的很難跟中國大陸 在第一島鏈內來進行較量 我們看到 中國大陸現在也有一些 把你隱形戰鬥機 把它揪出來的一個法寶 來看到中國大陸 要開創性的雷達 這個雷達不得了 利用北斗衛星的訊號 能夠偵查追蹤F22 F22比F35還要強 這是逆蹤型的 但是沒想到 中國大陸卻能夠用雷達 很厲害 加上北斗的技術 把你陷蹤了 我們知道這個逆蹤的話 它是從下面側 從空中看是不是 上面沒辦法逆蹤 你上面雷達波它可以打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 這個紅外線雷達 紅外線人造衛星 剛好就抓到你了 你要散熱 很簡單 F22是從哪些機場起飛 是固定的 你抓到它起飛的時候 從那個 你就定位它起飛機場 熱源就出來了 你白天晚上 晚上紅外線躲不掉 直接看到 看到你起飛的時候鎖定你 鎖定你的話 就看你航機往哪邊 你往東南西北哪個方向 高度多少 那下面就 雷達戰或其他的空中預警機 就收到相關的情報 由F22起飛 F22起飛的話 它大概幾個朋友 是兩架還是四架 還是八架 就找出來 就鎖定它就好了 然後它往哪邊飛 就可以做初級的情報掌握 再做情報分享 然後想辦法 其他的 你知道其他的這些 空中預警機是不是出來 還有一個 中國大陸是遠程的無人機 也可以在那邊說使用 無人機它也有 核生孔徑雷達 對 有核生孔徑雷達 也有紅外線雷達 那是不是對它的F22 也可以做後續的掌握 所以一定要多重手段 你不能只靠一個 不能說 它只靠人造衛星 不可以 你光核生衛星的話 就在上面 人造衛星它也要跑 對不對 當然它的視角 角度的角 視覺的視角 視角可以多調整 我可以往下調 我可以往遠邊調 你的視角可以做調整 但是問題你還在運行 還是會走掉 要交到另外一顆 另外一個抓到掌握了 視角做調整 一直看到它 你順著它做調整 把它的位置 經緯度 GPS IIS做慣性 把它抓住 又用另外一顆 對 但彼此互相做交接 一直掌握到F22 是可以的 對 所以 將軍之前 在我們節目當中 也有提醒 這個隱形戰鬥機 上面是沒有辦法隱形的 所以中國大陸無針七 無針八 高空當中去補足 這些都有辦法 那更別說現在中國大陸 把北斗加上雷達 這些都一起合作的話 就可以成功的 讓你F22現中了 另外再來看到 因為我們知道 北斗系統 其實數量 這個包括衛星的數量 是GPS兩倍 而且全天候 全球覆蓋 這些相關的優勢 因此 它結合雷達的話 就可以讓這些五代機 無所遁形 好說到了殲20 現在檢視防我 是非常很重要的期刊 在軍事上很意義 很重大 就他肯定殲20了 他說殲20 在西太平洋地區 真的碾壓了 美國的F22 他說當初的時候 殲20真的遠不及F22 但現在戰鬥力 已經媲美了猛情 而且還能夠讓台灣 不知不覺 就穿透台灣的防禦系統 而且他還說 在消耗戰當中 可以以量取勝 他就提到了 提到了在西太平洋超越了美國 而且換裝窩膳食物 縮小五代機的相關差距 他講的保守 人家換了窩膳食物 這個推力比美國還要強 另外他也提到說 因為他有壓抑布局 勝利就會變得比較厲害 我們可以知道 有兩個補足了 這個殲20的短板 他對美國的F22 第一個 就是他們發動機推力就大了 你本來推力小 現在變成推力大 雙發動機 用用自己的 這個我們講的載彈量 你不管再霹靂 搖215 甚至將來215 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要空對空的能力 直接增強 發動機換了 因為它是心臟 你的這個 作業整備時間短 然後飛行的時程可以長 我不用 這個400小時就進場 我可以800小時再進場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開 一直在用 這個就是我的使用的效率增加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螞蟻熊兵數量優勢 以量舉行 因為美國只做了187架F22 然後停了 然後停掉 然後包含那個 你要把那個驗證機 原型機要扣掉 因為那個是沒辦法作戰的 然後再做疲勞 做這個硬力試驗 那個是做驗證不可以 然後它的妥善率又低 這個大概是50%而已 你100架大概是50架到60架 那哪夠 對 因為它的 全世界所有戰鬥機 我們不要講轟炸機 不要講其他的 這個作業維持率最高的 就是F22 太貴了 你每飛一個小時就140萬台幣 到160萬台幣 一個小時 你看看你一分鐘 你一分鐘要費多少錢 就知道了 是這個樣 所以它今天就一直 它的 萎縮 它的就是說 它的系統件跟備用件代價 因為太貴了 我沒有用起 我的溫費不夠 不夠的話 你後面大概會講到 就是說為什麼第六在戰鬥 因為吃掉太多錢 你吃太多錢就沒有辦法 那現在相反的 殲20人為費低 量大 量大的話是不是以量取勝 對不對 就是以量取勝的話 它把了 值得不夠又超過去了 值得已經拉近了 量再補 那是不是就贏過F22 對啊 是這樣 是所以殲20在剛剛將軍說了 雙發動機贏過你了 還有包括了它的推力也比你強 然後數量又比你多 所以在第一島鏈真的 有很大很大的優勢 所以相反的 美國現在沒有錢 必須說這個戰鬥機 不能花太多錢 F-35就被說已經很貴了 那未來戰鬥機就說 不能超過F-35 所以就不行 這個下一代空優的這塊 六代機 價格千萬不能高於F-35 所以錢的這一塊 美國也很緊張 六代機會不會呢 也被說可能要先告吹了 那相反的來看到 美國就不斷拉著日本 最近不是美日在進行相關軍演嗎 什麼好大啦 但是日本現在也不安好心 把出雲號航母 出雲號要變成航母 所以上面要驗證F-35B起降等等 要把它打造成準航母 但是中國大陸說 還好我們有殲20 還有東風26跟福建艦航母 早就不怕你出雲號了 對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講到F-35逆中戰機 我們講一分錢一分貨 想要做第六代戰機 一定要燒錢 不然你保持第五代就好啦 對 你就做第五代嘛 你要做第六代幹嘛 你第五代不是用得很好 不是很便宜嗎 那要做第六代 那你要做第六代就要死 一定是個錢坑 OK 你的雷達系統 還有它的空中作戰平台 還有它的link系統 同樣它還要指揮無人機 你這個第六代戰機是這樣子 你現在它現在的F-35 還有它F-35 是不能指揮無人機的 對 第六代戰要可以指揮無人機 打仗啊 中程療機啊 那有系統 整個AI系統又不一樣 對 當然AI系統化 AI化一定人工智慧 合成材料 模組化 三個一定要具備 那都是燒錢的 那時候燒錢的話 這是第六代戰機 那它現在光養F-35跟養F-22 錢都燒掉了 你還有錢嗎 還有錢再去做第六代戰機嗎 我認為這困難度 蠻高的 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它要去克服的是克服的這些 我認為到現在為止 它可能有第六代戰機的藍圖 但是沒有第六代戰機的行動 而且錢就不夠了 因為錢不夠 你錢不夠的話 你沒錢 沒錢難辦事啊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日本的出銀號 我認為日本出銀號裝這個F-35B 我認為是一個失敗的策略 為什麼 因為F-35B是垂直起降 F-35B垂直起降就不是很穩定 你知道嗎 常常出事 語音機你知道嗎 那個大的空中可以這樣子 地面上要這樣起降是這個 出事率很高 你的F-35B出事率就高 因為你是垂直 你的推力要把它 那麼重的15公噸 你就掛了大概20公噸 你把它舉起來 它不是靠生理 靠推力不是靠生理 不是靠我們空氣動力的生理 不是 是靠推力 那個推力沒那麼強 而且你這個力矩 要擺穩 你這邊打開 這邊打開 後面吹開 你這個力矩 風險很大 而且載彈量不夠 你關回自己空飛機都有問題 你現在上面能載多少飛機 多少飛彈 多少炸彈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 不好的一個手機 而且是吃錢的策略 你F-35B 它的價格就是F-35A 給F-35C 1.4倍 它那個數字是1億美金 你這個1.4億美金 因為垂直起降就是貴 對 載彈量少 對 風險高 我剛剛講 它的起降就是一個風險 我這個起飛 F-35C就是電子彈射 也有蒸汽彈射 OK的 那在這個陸基的F-35A 那更簡單 更安全 更OK 但是不要忘了 你F-35B 而且它是單巴龍機 你只要有一些側風 你有一些側風擾流的狀況之下 再讓它載重 因為它剛好就在邊際 你再稍微重一點就下來 最後一根套爪 你就起不來了 你看看它的風險高不高 而且飛行的這種 安全的距離很短 你看你要怎麼樣去克服 所以我認為 初一號 當初要選用的F-35B 而且是垂直起降 我讓它 當初就不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對啊 真的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那相反 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是穩扎穩打 你有防曬嗎 我每天都有擦防曬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真心推薦給大家 記得我的推薦碼 CTI627 結尾們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起跟我一起 放心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 纜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說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所以我會請你 要請你 我會請你 解釋 貓 我先來 看前方的貓 感谢观看